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私上热搜 杨子粉丝怒斥李线不敬业 李线粉丝 倒打一耙 污蔑 杨子跟李线主演的国色芳华一直都处于低调拍摄中 突然互私引起吃瓜网友注意 了解发现与拍摄进度有关 杨子粉丝怒斥李线影响拍摄进度 托慢剧集拍摄进度 导致未能按时杀青 杨子行程受到影响 根据杨子粉丝所说 国色芳华是大女主剧本 应该优先保障杨子所有权益 让其他演员配合杨子行程按时完成拍摄 李线拍摄过程当中参加品牌活动 耽误了拍摄时间 让杨子和剧组拍摄都受到影响 开始怒骂李线不敬业 李线不甘示弱 拿出几大证据 例证没有影响任何进度 拍摄期间杨子粉丝反复强调大女主剧本 根据剧集拍摄内容 李线男主角色戏份比男二都少 只有大女主戏份30%左右 李线不可能全天24小时剧组待命 不拍摄自己戏份时就会外出工作 任何演员都是这么安排工作的 按杨子粉丝戏份论 30%的戏份无论怎样 都无法耽误杨子大女主拍摄 根本没李线戏份 有人爆料李线出门工作 凌晨4点出来拍摄商务 连夜赶回剧组 与剧组提前做好对接 没有影响进度 完全按照与剧组商议流程完成任务 反而是杨子粉丝倒打一耙 想将杨子做的事情扣到别人头上 李线粉丝称 拍摄期间杨子粉丝不止一次造谣 李线身边女友跟着进组 扩大负面影响 李线官方亲自辟谣这件事情 杨子粉丝继续不依不饶 对李线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但为了保障拍摄 李线粉丝一直没理会 李线粉丝还总结了杨子离开剧组时间 光直播次数就达到了10次 加上参加活动 拍摄商务活动时间更长 杨子是国色芳华大女主 按粉丝所说有70%戏份 大女主不在剧组 其他人如何拍摄 根据双方拿出证据来看 似乎李线粉丝给出的更实际些 翻看官博留言 确实都是大女主相关言论 杨子多次参加直播都有相关记录 而李线出行记录并没有明确标出 两人戏份悬殊的情况下 只有戏份多的人能影响拍摄 国色芳华拍摄初期 双方粉丝就已经小摩擦不断 这次直接上升到热搜 不过事情闹大后 双方粉丝快速清理词条 现在点击热搜词条 已经看不到负面内容 都是正向宣传 但各大论坛 还有双方广场上杨子和李线粉丝 依然撕得激烈 杨子粉丝尤其生气 放言国色芳华剧组你记住 敢让我们大女主受一点委屈 你就完蛋了 对于双方互思 网友觉得只是延迟杀青 又不是无法杀青 剧组拍摄本来就有临时情况 杀青时间变更很常见 不明白杨子粉丝为何开思 还有人觉得双方都各说各有理 不管男主还是女主都有外出时间 女主时间更长一些 延迟杀青是双方责任 还没开播就先撕上热搜 会留下负面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